来自不同宫庙寺院的主神 有道教 佛教 天主教 在教师节这一天齐聚一堂 要唤醒百宫百业从业人员 追本溯源 感念数千年前 祖师爷传承记忆 创造手艺的精神 原来县孝亲专师联盟 举办百宫百业 敬谢祖师爷 奉茶谢恩寺运动 在教师节前夕不畏风雨 邀请各行各业祖师爷 集聚在开兰第一城 投城唤醒堂 这里过去是培育县长立委 以及文人雅士的学堂 别具异议 百丘百业来这个 建祖师爷 在这我们这班 我认为说很有意义 因为我们这班就是冲作人材 我相信国际 建祖师爷 建祖师爷 所有的祖师爷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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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造就社会的人材 以及社会 有成就的 人数 所以说今天来这里向国际 这个祖师爷 我感觉意义非常大 孝庆尊师联盟每一年的两个大活动就是我们母亲节跟父母洗脚的活动 跟我们今天教师节向百公百业主师也致敬 奉茶这样的活动 我相信这是当年以来不管我们宜兰官 我们台湾全世界国际也好 孝庆尊师 可以使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办活动的时候 日头也出来了 所以一定是很散心我们今天的活动 每年都可以继续办下去 今天是我们928教师节 我们的孝庆尊师联盟 可以直接骨板 这么有意义的尊师奉茶 透过我们今天在座参与 这么踊跃我们的感恩人 来奉茶来祭拜我们的祖师爷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 在座参与我们所有人来透过我们这样感恩的心 有感恩的心 不管我们家庭还是我们的事业才会成功 我们的国家才因为我们这样子的 每个人都存着一个爱跟良善 我相信我们的台湾一定会进步 我们的百善效维先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感谢李宇理事长和我们的川普理事长 把这个建立一个好的文化 建立好的我们的川庭 把我们的奉茶 可以对我们的祖师爷的尊敬 可以说社会进步富败 温馨和谐 这就是我们的进步的全员 所以今天 居然有意义的华董 大家共同来参与 让我们孝庆尊师联盟 来到我们头上分车等来的基盤 这个向祖师爷奉茶 这样有意义的华董 他最近是在我们头上分车等 我们知道我们头上分车等 长期以来 都是在做这个春风话语的工作 就是在教会我们很多社会带众 不管是作用作书 或是说数学专攻方面 都是作为英才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说今天向祖师爷奉茶 这个华董 算得在我们范范团来基盤 就可以说特别有意义 宜兰县连续两天台风假 因为学校观光大使无法前来 当地蓝阳技术学院教师充当礼生 参与奉茶大典 很多的这个学校教育 最高的这个学历就是博士 但是无论如何 蓝阳技术学院呢 把这个博士当学生用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非常的传承 这样一个尊师重道的概念 老天帮忙 百工百业的主师爷们 也都帮我们很多忙 因为今天是教师节 然后我们学生没有来 所以呢我们学校的老师们 就来这里学习 怎么样谦卑 怎么样可以啊 再谦卑 让我们的以后 对我们的小孩子 可以用怎么样的教导方式 那人中有人 诗中有诗 老师前面还有更多更多的老师 所以我们所有的团队 会一直一直的努力 学习怎么样 对社会做一点点贡献 等会儿 教室 我们的第一个男孩 教室 叫国家 之后 就在日常 和大学 西雲修 修定丹領 修海清 在弘地 在日封茶的感恩人 對於能夠代表百宮百業 敬拜祖師爺感到十分榮幸 要成功人才有辦法真理才會了解 從今天許福人在煩熙堂 在宜蘭頭寫第一寫的可以結論 我相信你們的令人都是很聰明 今天我都很主宰 不管你今天可以賺關稅 都在這裡 我們天的保養 宜蘭縣孝親尊師聯盟 舉辦奉茶敬拜祖師爺活動 風雨舞祖謝師恩 在傳統典儀中 天人共創典範 宣揚倫理道德